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正 今天讲的故事叫《何以为家》 12岁的赛恩住在黎巴嫩的贫民窟 他白天要到杂货店打零工 晚上要到大街上卖果汁 赛恩一家的日子过得无比艰难 父母为了解决经济危机 不停地生孩子 儿子就留下来干活 女儿就养大拿去卖钱 清晨,赛恩起床时 看到妹妹在床单上的血迹 他意识到要帮妹妹掩盖这个现象 如果被父母发现的话 他们会把妹妹卖给别人 赛恩偷偷帮妹妹洗干净内裤 把衬衫给妹妹拿来店内裤 但指中就抱不住火 没过几天 母亲知道了妹妹来越京的事 他想把妹妹嫁给达货店老板阿萨德 换取几只母鸡 赛恩气急下 要将阿萨德赶出门外 结果被母亲几力拦下 他严厉地警告赛恩不得捣乱 赛恩无动于衷 他不希望妹妹落入阿萨德的魔罩 于是偷了家里的钱 联系了开往奶奶家的车辆 准备带着妹妹投奔奶 安排裤荡后 赛恩走回家 正好赶上父母要将妹妹送到阿萨德那里 妹妹无助地扑喊着要和哥哥在一起 爱求父母不要送走自己 赛恩挡在妹妹身前保护他 可他的力气太小 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 强行将妹妹拉上车 扬唱而去 赛恩难过极了 他决定离家出走 离开这个没有丝毫人情味的家 赛恩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 普京一个游乐园 他打算在附近找份工作 然而没有人愿意雇佣他 因为在里班嫩 雇佣同工是严重违法行为 赛恩的肚子饿得哭哭作响 好在遇到好心人拉希尔 拉希尔看他可怜 请他吃了顿饭 涉留了无家可归的他 赛恩感激之余又十分开心 生存问题暂时解决了 不仅找到休息的地方 还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拉希尔仅仅要求赛恩 在他上班期限 照顾好自己的儿子约纳斯 希拉尔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移民 通过偷渡的方式来到黎巴嫩 他去市场上找黑心商人阿斯普罗 买一张假身份证 然而制作费用高达1500美元 希拉尔工资才500美元 除去日常花销 每月还要给老家的母亲打钱 哪里攒得了这么多钱 阿斯普罗见此蛊惑希拉尔 让他把儿子约纳斯卖给自己 自己就给他制作一张假身份证 希拉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阿斯普罗便宜了200美元 但只给他一周的时间去筹钱 希拉尔非常焦虑和不安 如果没有假身份证做掩护 他很容易就会被查出是黑户 从而强制钱返回爱塞俄比亚 希拉尔在黎巴嫩举目无亲 想借钱也没出去借 他打工的餐厅老板又不肯预支工资 希拉尔走投无路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彻夜未归 没有雷音信 赛恩在家里苦等了几天 希拉尔仍旧没有回来 赛恩出门寻找希拉尔 但无论是之前打工的餐厅老板 还是市场上的阿斯普罗 都不清楚希拉尔的去处 赛恩以为希拉尔抛弃了自己和约纳斯 熟不知希拉尔是黑户的事东窗事发 被关进监狱接受警方的盘问 拉希尔不知去向 生活还是要继续 赛恩没有丢下脱油瓶的约纳斯 带着他出去讨生活 赛恩靠着坑蒙拐骗 骗到了一些钱 勉强过着日子 水承响轰昏昏定上了赛恩 抢走他身上的钱 服务双至祸不单行 赛恩拖欠房租被房东赶走 没钱没地方住的他 只好去找阿斯普罗 在得到会给约纳斯找个好家庭的承诺后 韩丽将约纳斯卖给他 经过这段时间相处 赛恩和约纳斯相依为命 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但比起友谊 生存问题显然更加重要 赛恩打算办理签证离开利巴嫩 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阿斯普罗告诉他 办理签证要出示身份证 或者出生证明 于是赛恩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家 去拿自己的身份证明 结果却从父亲的口中得知 他们一家都是黑户 没有法律上承认的身份证明 赛恩有些失落 刚要走 就听到妹妹被杂货店老板阿萨德 糟蹋死的恶号 赛恩悲痛欲绝 他一个剑步冲到房间拿了把刀 随后奔向阿萨德的甲 为妹妹报仇 事后赛恩被警方以持刀杀人罪 抓进监狱 可他并不感到后悔 只恨自己利息太小 没能一刀同死阿萨德 赛恩看到电视上 在播放一档关注青少年问题的直播节目 有所触动的他打电话给节目组 讲述了自己的种种遭遇 表示自己想起诉父母 只因为他们生了自己 赛恩的故事经过媒体的发酵 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有律师主动联系上赛恩 免费给他提供法律帮助 就这样 赛恩起诉父母案件如期开庭 在法庭上 赛恩没有追究父母的责任 只希望他们不要再生孩子了 既然无力服药 那就不要将无辜的生命 带到这个残酷的世界 法官和被审团认可了赛恩的诉求 禁止他的父母再生孩子 打完官司 赛恩回到监狱服刑 在监狱中 他遇到同样被关进来的拉西尔 拉西尔得知 约纳斯被赛恩卖给阿斯普罗后 却没有责怪赛恩 因为拉西尔身职 让一个12岁的孩子 带着一个1岁的孩子 是多么的艰难 数日后 警方扣获一宗大型拐卖人口案件 抓走了人贩子阿斯普罗 很幸运 警方在漆黑的地下室中 发现了正在嚎啕大哭的约纳斯 刑满释放的拉西尔和约纳斯得以团聚 照片的时候 赛恩露出了全片中唯一的微笑 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 拜拜